望线 深爱如长风 第五集 温怨却道 姑父 还有景仪 景仪也要去 蓝西辰道 能不能只带你啊 温怨道 不行 姑姑说过好朋友要一起分享的 景仪是阿怨最好的朋友 蓝西辰衡量了一下和温怨掰扯 会不带景仪快还是直接去带走蓝景仪快 思考了一下 蓝西辰便拉着温情 带着温怨前找了景仪 找到景仪 走到山门口的蓝西辰 却被弟子告知 宗主 先生有请 内心 我当时就不该顾着云深不知处 不可遇见的家规 蓝西辰一脸菜色地放下温怨和蓝景仪后 转身朝蓝起人的居处走去 温怨在后面疑惑地道 辜负 我们不出去玩了吗 蓝西辰生无可恋地道 如果我还有命活着回来就带你出去 温怨有些疑惑 为什么会没命呢 蓝景仪也道 泽吴君 是谁打你吗 跟景仪说 景仪保护你 蓝西辰又苦笑了一下 带到了蓝起人居所门前的时候 蓝景仪问道 泽吴君 是先生要欺负你 蓝西辰没说话 只是笑容更苦涩了 蓝景仪悄悄落后一大步道 泽吴君 这景仪保护不了你了 景仪先告退了 看着落跑的蓝景仪 蓝西辰转头看向温情 阿晴 你要不要先去躲躲 温情有些稀奇了 自她认识蓝西辰以来 这人从来都是一副笑面 似乎什么都不能改变她挂在脸上的笑容 这是第一次她在脸上看到蓝西辰有别的情绪 温情一脸好奇 她更要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事了 于是 温情道 没事 我帮你去一起分担分担怒火 还能帮你一起劝劝舒服 蓝西辰脸上更苦了 这 这 可是 她不想在温情面前丢脸啊 温情继续打趣 如果你舒服太愤怒 我还能帮你再扎她一阵 蓝西辰还准备再说点什么 拖延下时间 顺便让温情回去时 便听见里面传来蓝起人的声音 怎么了 来了怎么不进来 蓝西辰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行礼后立在一旁 一动不动 蓝起人 怎么了 今天紧张了 蓝西辰 舒服有何事 蓝起人 你觉得呢 蓝西辰 西辰不知 蓝起人 你当真不知 蓝西辰 额 西辰应该 知道吗 蓝起人 你今天都做什么了 蓝西辰自知躲不过 于是道 发了个公告 蓝起人 哼 老夫辛辛苦苦留下的小白菜 你竟然就这么卖出去了 蓝西辰争辩道 那旺鸡好不容易给我撒个娇 求我半件事 我也不能不做 是吧 毕竟 我是个好兄长啊 蓝起人 你 你想说啥 欺负我没有兄长 蓝西辰嘟囔道 你有啊 就是您兄长不管你罢了 被扎心的蓝起人 刚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门外有一弟子来禀 则无君 金氏来铁 邀您前去参加金子轩公子的婚宴 蓝西辰一听 立刻道 舒服 那孩这就带人前去了 说罢 蓝西辰转身就走 出门后 蓝西辰还嘟囔了一句 你没有兄长疼来找我撒什么气啊 有本事你去祠堂指着你兄长的牌位 大骂三百回合呀 温情听见了蓝西辰那有些孩子气的话 有些哭笑不得 可是 也因着蓝西辰在自己面前展现的这份 不同于其他人的样子 有些开心 也因着这份特殊 温情觉得自己 似乎有一些喜欢上了这个温润如玉的蓝氏宗主了呢 蓝西辰拉着温情就跑出了云深不知处 管他什么不可及行 还是不可遇见 反正怎么快怎么来 以不被抓住为目的 出了云深不知处 蓝西辰发了一个传讯 灵蝶给蓝忘机 告知他今世喜宴即将举办 让他问一下魏无羡要不要去 而这一边 蓝西辰和温情到了金灵台后 金光瑶便迎了上来 金光瑶道 二哥 你来了 蓝西辰点点头 金光瑶又看向温情 想想蓝氏出的公告 便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不过还是问道 二哥 这位是 蓝西辰介绍道 这是我夫人 温情 金光瑶问候道 二嫂 温情点点头 但是并没有回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只是单纯的女生的第六感 反正她就是不喜欢金光瑶 金光瑶道 那二哥今晚和二嫂一起休息吗 蓝西辰点点头 嗯 已经上过族谱了 金光瑶眼神里的复杂一闪而过 虽然躲过了比她高很多的蓝西辰 却没有躲过在一旁安安静静的温情 金光瑶又问道 那这两位小朋友 温怨急忙道 我要和姑姑姑父一起住 蓝景仪也举手道 我也和泽无君一起住 蓝西辰见词 只得道 那麻烦阿瑶帮我在我的客房里 再准备一张小床吧 金光瑶不麻烦的 那二哥你先休息 我去接待其他客人 蓝西辰点点头 便转身带着温情去逛蓝陵城了 温情有些疑惑 不去帮忙吗 蓝西辰道 是金家的事情我去帮什么忙啊 再说了 你不是不喜欢金灵台吗 温情有些惊讶了 她自以为刚刚已经隐藏情绪到很好了 没想到还是被蓝西辰发现了 那不知自己对金光瑶的不喜 有没有被蓝西辰发现 蓝西辰道 阿晴 我们这几天先在附近逛逛 等典礼开始了 我们再去 一结束 我们就走好不好 温情抬头看向蓝西辰 这人是在哄自己吗 因为自己不喜欢金事 蓝西辰继续道 那等典礼结束 我们也不回云深不知处 带上阿院和景仪四处逛逛 顺便采药行医 这样阿晴可开心了 温情惊讶了 你真的在哄我 蓝西辰摇摇头 不是 只是不想这么早回去 怕被叔父算账 听着蓝西辰的话 温情笑了笑 也开玩笑般道 画本里的套路 不是应该什么 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我就不开心吗 蓝西辰愣了愣 阿晴喜欢这种套路 在这种套路上 不开心锅 你不开心锅 不开心锅 你不开心锅 看不开心锅